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今天要來討論哪個國家人最愛國 因為愛國情操是很重要的 有的是真愛國 有的是假愛國 不然為什麼這些人 今天要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這些來到台灣才真的是愛國 什麼意思 就是把一些不好的東西 不要留在他們的國內 對 我了解這個意思了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由愛國情操說愛國絕對跑第一 我們台灣團代表歡迎 歡迎 當然嘴上說愛國 但總是破壞國家形象 我們聯合國情操歡迎 歡迎 國家可說是民族意識的根本 而國民對自己國家的認同與支持 就代表熱愛這個國家 今天就來看看哪些型男 擁有真正的愛國心 今天聯合國有帶翻譯器 對 比歐你在聽什麼 我們在幹嘛克服是不是 比歐聽什麼 比歐不好說 因為比歐不好連到哪裡去 他不知道在聽什麼 你看他的線一直連 連到 摸哪裡 手包哪裡 他在叫我 叫你回來 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排行榜 哪一國人最愛國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排行榜 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就是說台灣人民覺得 透過我們的節目 透過新男們的表現 覺得他們的刻板印象 所以講出來我們大家都可以討論 但是韓國愛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是 他應該是排第一名嘛 對不對 高的 對 好 所以我們要先從第二名開始看起來 第二名先從那麼高的名字 開始來看 對 因為第一名已經是韓國嘛 再看也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從第二名開始看 來 第二名請看 美國 果然的 假的 果然 你們就是第一名 什麼意思 請問把他帶走 美國你覺得 怎麼了嗎 美國你覺得第幾名 你第一名 當然 意思都是 是真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怎麼說 就在各大賽事的時候 都會看到 美國人在會場一場 USA USA的 感覺非常有熱情 非常愛國 常常把就是自己 國家國旗製作成的衣物穿在身上 他們就是有節慶的時候 都一定會差國旗 就是在住家或街道上面都會看到 美國人最愛國 因為美國的電影 最愛演愛國的主題 因為美國他們自己的 度兩痕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他們感到非常的自豪 哦 愛把自己的國旗穿在身上 是的 我跟你講 美國人 多愛國 你在美國不管在哪裡 北部 南部 東部 西部 東部 西部 向下 度四 城市 你都一定會看到美國國旗 你絕對不會忘記你在哪裡 而且我們是從國小 我們也沒有失智啊 我們也還是知道 我們現在在台灣 對啊 我們現在在台北 而且你從小雪到高中畢業 一直每天早上都要講宣言 那個女人要宣言 每天早上要對著國旗 你現在還背得起來嗎 還背得起來 那來 好 阿建老師音樂大聲一點 為什麼需要音樂 對啊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其實他講錯我也不知道啊 對啊 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他們超愛國 你看那個美國電影好萊塢 永遠世界末日 都是美國人拯救全世界 對 不管發生什麼栽打 一定是在自由女神像 對不對 別的國家都是配角 對 最後拯救全世界都是美國人 還有那些超級英雄 都是美國級 對 對不對 OK啊 那你們自己拍啊 超英雄 你們自己拍東西 我們沒有阻止你們說 我們也要拍霍原甲 對啊 不是 可是你們每次拍出來的電影 救那個什麼 你們的救命英雄都是美國級 絕對是美國人 可是現在現實生活當中 足以毀滅全世界的也是美國人哦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有幾個人去美國當交換生 然後他們回來就跟我們分享一些事情 我有一個朋友他去一個家庭 然後他進門就發現 牆壁上掛國旗 那個我們在德國完全不會做的事情 然後牆壁還掛一些軍人 軍隊的照片 加什麼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那個就是一個很自傲的事情 Home of the brave 所以你是一個很有勇氣 一個很有 哇 好像別的國家都沒有什麼勇氣 然後 他們也是每天要唱國歌 這個是對我們來講一個很陌生的事情 然後問題來了 他那個牆壁上掛那個一個槍 就槍啊 因為美國人很愛買槍 有很多槍 然後我的朋友在美國的時候 發生了那個大規模槍殺事件 對 那新聞就爆了 然後我的朋友就開始害怕 他說自己的那個家庭那邊有槍 好像每一個人都可以戴槍 他說問他 問他的那個父母 為什麼你們不禁止槍這些事情 然後那個爸爸就很生氣說 這些槍就是給我們自由 這些槍是給你們歐洲人自由 因為第二世界大戰 如果我們沒有拿我們的槍 打敗你們納粹 你們就完蛋了 所以你不喜歡 你就回去你的落 是沒錯啦 就回去你落後不自由的歐洲 美國人的愛國是太過於驕傲自大 他們都永遠自己都是對的 其他國家都是不OK的 比方他們會覺得美語 就是最真正最正統的英文 比方他們來澳洲交換學生 就已經在澳洲的土地 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個女生 我就覺得她的毛衣蠻好看 我就說我喜歡你的跳舞 她就一直大笑 她就說 因為澳洲到處有很多 所以你們說毛衣蠻叫跳舞嗎 然後就一直大笑 然後就糾正我 然後呢 我又跟了另外一個美國女生 同一個女生 借了那個 就是那個橡皮擦 哇 那個女生也是 大笑 你看這個人好沒禮貌 對 然後沒 你看他也就太大笑了 怎樣 是只有你們的英文 是英文就對了 我跟你講 如果這個女生去美國問別人說 你有Rubber嗎 她會拿出一個保險套給你 那說不定她就真的要借保險套啊 對啊 沒有 就是我們的用法不一樣 但是她們就一直在學校 小畫加壞畫 也會有七情六乳 畫得太開心了 她畫什麼有七情六乳 畫什麼七情 她會畫嗎 問比歐龍 因為這個就要問費 但你很淺了你 我簡單講好了 我覺得啦 不管是哪一國啦 就是人就是必須要愛他自己的國家 那美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覺得 她們覺得她們的經濟是太好了 而且她們拍很多電影什麼的 她們會扛不起其他國家 對 這個是我最討厭的 你太討厭了 沒有 沒有 真的 這個是我最討厭 而且就是 扛不起 特別講哦 就是 從美洲那美洲 她們去美國 她們覺得 她非常看不起 她們覺得我們去那邊 就是 做的是她們不要做的工作 對 對 那看到 譬如說 我給你一個 譬如 之前我的墨西哥朋友 他去 那個 美國 然後他去 開始走一走 那 那個美國人就覺得 開始跟他聊天嘛 那他發現這個是 墨西哥 墨西哥人 開始欺負這個人 你們來我們國家 你必須要去 去吸盆子 好招 對 好招 結果 還說要蓋一道牆 對 對 結果他沒有想到 我的那個 墨西哥是超級有錢的 對 然後 墨西哥朋友非常生氣 而且他覺得 美國人是不會尊重 墨西哥 或者是中美 南美洲的人 美國人可以分兩種人 一種是沒有住過國的人 他們就是非常愛國 另外一種是 比較有國際觀 到別的國家住過 不過在台灣 有一個 遇過蠻多美國人 他們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認識 我問他們 他們說 我來自美國 對不起 我就 為什麼要對不起 他們說 因為 你也知道啊 我們的政治啊 我們攻擊別的國家 我們殺死很多人 哦 原來 他說 其實 我常常跟台灣人說 我不是美國人 我是加拿大人 因為 加拿大人的名聲非常好 加拿大人的形象 就是很善良 加拿大不會打仗什麼的 所以他說 其實我都常常跟別人講 我是加拿大人 我不想講 我是美國人 很丟臉 等一下 加拿大不是美國的嗎 不是 開玩笑了 開玩笑 不是啊 以上就是美國啦 趕快把它結束 接下來第三名 愛國的就是 法國 你嚇一跳 我們在當務有什麼 比游主要當務有什麼 不要再看 好 來看一下大家怎麼說 他們就是 國家有很多 他們自己的牌子 然後感覺他們都 引自己國家的東西為奧 有一個法國的男生 他把家裡 全部不是法國製造的東西 都換掉 連異國料理都不吃 只是法國的 法國那裡很常發生恐攻 我記得他們說 他每天當兵人數五百個人 到現在已經是一千五百個人 就是報名當兵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愛國 自創品牌都用自己的國家的顏色 就知道他們有多愛國 確實耶 法國好像都只用美麟 朋友 然後法國料理這種 他們都只愛法國的 這是最好吃的 謝謝 沒有 其實 當然法國人也很喜歡 鹹湧自己的國家的東西 對 做活動的時候 或是拍廣告 他們是都會用法國的顏色 粉絲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哦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哦 請小心 登席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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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